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玩活視劇 我是尼亞斯 今天玩的是 Free Fire 團隊突襲 喀拉哈里 沙漠 野沛 不知道配合的隊友是新手玩家 老手玩家 高手玩家 小朋友玩家 還是大人玩家 然後我們這一場 怎麼只有三個隊友 還少一個 哇 四號該不會是 連線比較慢吧 可是第一場要開始來 我們這樣三打四真的很可憐 呵呵呵 真的超可憐的 好吧 只能拼命一下了 看能不能三打四成功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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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真的是 我不知道這個隊友是不是掛機 還是跳GAM啊 但是就是 還蠻討厭的 開箱 OK 還有一隻 噢 打二了 打二了 剩兩隻 剩兩隻 就 還蠻討厭斷鞋或跳GAM或掛機的隊友啦 雖然說我知道有些隊友可能是 開箱 開倒一個 沒血了 就我知道有些隊友可能是設備問題或是被人家叫去幫忙 但是真的是 這樣子 打的真的是很不公平啦 尤其我最近有遇到就是有一個隊友掛機 然後我跟另外兩個隊友都很認真打 那個隊友從頭到尾都是零殺零輸出 他都掛機這樣 然後 嘖 結果我們就輸了 就是二比四啦 就是我們至少三個人打 四個人我還可以贏兩場喔 然後對面四個人就憋我們屍這樣 我就覺得 嘖 就是 很可憐 你知道嗎 因為你是敵人你不一定知道說 你的敵隊是有隊友掛機 對 你可能會覺得 打得好像很輕鬆有沒有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邊有一個掛機 或有一個新手之類的 OK 海洋砲頭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我覺得謙虛很重要啦 對 因為你不知道敵人面對的是什麼東西 像 像我們現在面對一個 沒有 登進來遊戲的玩家 然後我們的3號 等一下大家去看3號 左上角3號 3號他的 那個3 變成連線不穩耶 他該不會也跳給我掛機吧 他0輸出欸 剛剛那一整場 欸那我現在變2打4欸 剛剛原本是3打4 現在變2打4了 天哪 天哪 人數上就 極大的劣勢啊 好吧 只能努力了 抬到一槍 抬到兩槍刀 下一邊2打3 最後小心 後面有人 掛機 3號那個被打倒了 被打到槍 被打到槍 打到了 倒 那這裡我就不去救了啊 他掛機了 我先撿點東西喔 OK 看到敵人在哪裡 剩兩隻啊 應該會去救 有有有 一隻被救起來 應該在左邊 剛剛他倒在左邊 我看一下 欸人不見了欸 沒看到人 在最後面嗎 看一下 沒有欸 欸 跑進來喔 喔 右邊 哇 對我倒了 喔我要1打3 抬到一槍 OK 他應該要去救 啊樓上有一隻 等一下 啊先落下去好了 先去打那個舊的 啊他救起來 抬到一槍 抬到兩槍 倒 他應該會來救 喔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殘血了 這最後一隻 OK 一打一喔 應該有機會 他拿 喔他拿燒布之音 我聽到他的槍聲了 啊他 他應該會跑過來 我先丟個手遊在門口 他應該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 先堵住他 好我看一下他有沒有要過來 我拿凝膠堵住他好了 欸他跑去毒宣欸 他自殺欸 好吧 幸運的贏了兩場 我們是2打4的情況 對 喔對 我為什麼今天這一集 就是我都會抬槍 我就會講一次我抬槍 是因為最近在Facebook 或者是抖音啊 就有一些 觀眾會造 不是觀眾 我也不知道誰的觀眾 我的觀眾還是誰的觀眾 不知道啦 反正我也不認識 就是不知道是誰 反正就是freefire玩家 通知freefire玩家 就是在 呃造謠跟抹黑我啊 說尼亞是不會抬槍啊 我剛剛那不叫抬槍嗎 難道我那個是賽道是不是 MP5跟AK一樣會賽道抬槍 是不是 賽道爆頭是不是 我半年前就會抬槍啦 只是因為 觀眾看到我的影片 都是那種 我隨便亂玩的影片啊 YouTube就是喜歡推我 隨便亂玩的影片 我沒辦法啊 對啊我認真玩的影片 觀看都很低 你們有沒有發現嗎 排位賽的影片啊 抬槍 十幾二十幾殺的影片 都沒有人看 然後呢 欸 有一點爭議性的影片 大家就超級愛看 觀看就超高 因為YouTube都不推薦啊 我也沒辦法啊 對不對 所以各位觀眾如果有看到這類的 文章或留言的話 過去跟他講一下 尼亞是會抬槍 然後 把我這部影片 分享給他們也可以 因為我這部影片也有抬槍嘛 對不對 對啊就跟他們說 你如果想了解 尼亞是到底有沒有抬槍的話 可以常常每天都看尼亞是的新影片 而不是看 尼亞是以前 可能隨便亂打的影片 對於隨便亂打的影片 本來就隨便亂打 怎麼會有抬槍呢 對不對 對 有時候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嘛 這邊我要一打四耶 怎麼辦 打得贏嗎 我覺得應該是打不贏 因為這個地形我真的不是很熟 這邊一打一隻 抬槍 手錄彈 好吧 樓上有了 來不及收掉那個 大家也有可能你們會說 剛剛這個是高低差抬槍啦 但剛剛也有 我低打高抬槍 跟就是一樣高度抬槍的狀態 對 都是可以抬 都是會抬 抬槍的話就是看個人的成功率啦 一 大概來講 只要你的成功率有 我記得是 20%還是30%就算是會抬槍 因為不可能 每一槍都抬到啦 因為我之前看世界被打高手的玩家 他們大概 我看過蠻厲害的是 打十槍至少八到九槍會抬到 就是 打十次啦 就是你一開槍瞬間嘛 十次 裡面至少有八次成功率這樣 對那我 我的話應該是 十次有四次左右吧 嘿 四次左右 四次上下 四五次上下 因為要看敵人的跑步啊 有些 玩家很厲害 就是敵人跑鞋子 他也可以抬 鞋子的話我也還在練 還在練 對 因為我半年前就已經 大家剛開始流行抬槍的時候 我就在練抬槍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印象之前起蹲改掉的時候 我就在練抬槍了 對我那時候就在練抬槍 然後我M887有練過抬槍 但是 現在M887的傷害其實說真的 被削弱到有點 有點慘啊 哈哈 然後這邊 哇 我們三號又掛了 二號也快 也殘血了 等一下我這邊 這次真的是一直守在這邊 哇 到了 該不會我要一打四吧 我已經變回 變一打四了 等一下 他們四個都救起來 我要一打四欸 我看這個可不可以抬 低打高 這個算 這我不知道有沒有算抬真弓啦 這個算 把它解決掉 有有對面 都在對面 好AN94 好沒問題 AN94至少有個部槍 應該可以稍微打一下 看能不能抬槍 又要一打三喔 先架個凝膠 倒一 左邊有一隻 我看能不能把這個解 打不到算了 左邊有一隻 等一下喔 他殘血 右邊那隻應該要過來 兩隻都過來了 代表那隻不會被救 哇 炮箱 好 最後一隻 OK 一個射身 閃身的散彈 就這樣 其實殺掉了 我們現在3比1喔 天啊 他從 3打1 3打4 變 2打4 然後那邊1打4 然後我們三號隊友 欸直接 他直接死掉欸 他是直接跳GAM欸 我給這個隊友東西啦喔 給點東西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嘛 我們就只好 互助一下了 我們兩個人要打4個 他再給我蹲 他是觀眾是不是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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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隊友跳 可以另外一個隊友根本 進 進都不進來 我們兩個人 一起努力 把這把雞給吃了 好不好 盡力盡力 輸了沒關係阿 這 兩個人打4個輸了很正常阿 對不對 那對方人 人多勢眾 贏了非常正常 但如果我們贏的話 就是奇蹟啦 我們要來創造奇蹟 今天在哪裡阿 該不會在這裡吧 沒有沒有掛機欸 四個都在動 呵呵 呵呵 嗯 喔前面有一隻 哇 不行我沒打到 反應太慢 喔看到了 哇這 A887這個距離死不了 倒了倒了倒了至少倒一 旁邊有一隻 旁邊有一隻 他架凝膠了 看能過去收 欸又被打倒了 欸這沒死 兩發沒死這個距離 哇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一打四的話 呃OKOK 倒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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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忙 等一下我先架凝膠 哇哇哇哇 等一下 到後面打 倒三倒三倒三 剩一隻 剩一隻剩一隻剩一隻 一隻在前方 看到了 我們要一打四成功了嗎 看到那個第一個倒的也是我 我打倒的喔 所以嚴格在這樣 我現在變一打四了 哇 最後一隻 我先丟手彈把這個 後面的炸死 然後我順便隨便丟一下喔 看能不能 運氣好把最後一隻給炸死 我看還是沒有 好吧接下來看他要這樣走哪裡吧 左右我應該都有優勢啊 因為這邊有凝膠嘛 我還多一片凝膠 防彈衣跟頭盔都還在 這邊就看他要走 我覺得他應該走左邊 對 來了 台槍爆頭 OK一個台槍爆頭 閃彈槍 1887 好我們這場就這樣吃雞了 完全沒有湊齊四個人過 我們直接 好簡單來講呢 這二號隊友也很認真啦 我們真的要給他一個掌聲 就算我們隊友三號都跳GAME了 四號也不進來了 他還是陪著我繼續打到最後一場 真的很感謝他 然後我們這場是十幾殺 對 然後輸出五千多 那大家記得就是如果在網路上看到造謠的啊 可以留言跟他講說 就是我會抬槍這樣 為什麼要叫大家這麼做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造謠去抹黑啦 這實在是不太好 不是很好的行為啦 其實是可以告啦 但是我其實有點懶 好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現在的話是早上九點 大家記得有興趣記得準時收看 平日然後用訂閱內容不要用首頁 掰掰 掰掰